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往一大缸水中放些木炭 就可以让其长期不服 除此之外 木炭吸饱水分后不容易干 饱水饱肥效果好 随着浇水它还能释放假元素 以及各类微量元素 加上低廉的价格性价比极高 有些个有条件的花友 甚至可以就地取材 不需要花一毛钱 亚兰质料不考虑它实在是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 木炭的比例要协调 不要占比太大 而且兰花需要的微酸性的环境 而木炭本身是碱性的 所以用之前最好事先进行酸化 这样配出来的质料 能达到更好的养护效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